默学在此再次真诚发落 忏悔自己往昔所造作的种种 邪淫罪业 因为过度纵欲和邪淫 默学的元气经细大量亏损 最后肾功能严重受损 得了几乎不可能治愈的前列腺炎 2012年底到医院体检 很多指标均不正常 其中尿素蛋和尿酸的含量均严重超标 医生警告 精气如果亏损到了极点 那离糖尿病就不远了 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 使弟子在佛菩萨前痛下决心 坚决断除邪淫 从身口意上彻底杜绝邪淫 也许是机缘和合 2013年3月 弟子遇到了药师法门 药师佛联名六道众生为病苦所困 以无比慈悲的愿力发了救度为种种灾难 病苦所折磨的苦难众生 于是当天弟子便开始每天礼拜药师佛 念药师流离光如来圣号和药师灌顶真言 结果在第一天佛前 合掌打坐念药师佛圣号的时候 专心念了大概有十分钟的时候 忽然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正在拖起自己的胳膊 感觉自己的身体很轻松 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和殊胜 不知道是不是佛力的加持 当天晚上睡得很好 第二天感觉精神很好 于是我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 不再去想病苦 尽可能的把注意力集中到符号上 每当有邪念和不好的念头 我都是在第一时间打断 将其转移到符号上 以后的日子里 自己也能明显感觉到精神状态在慢慢的恢复 半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到了2013年5月底 再次去医院检查 几天后体检结果出来了 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镜 各项指标竟然奇迹般的都在正常范围内 最后的结论是 暂无疾病描述 我当时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 泪水默默地流出 回家后我跪在佛前 发愿精进持戒念佛 等将来身体彻底康复后 定当利用好身体这个工具 广行善事 弘法立生 做一个对众生 对社会 对佛法有益的人 永不懈怠 这就是我秀持药师法门 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的极为神奇加持 和树生的感应 佛的话真是句句无虚言 正如药师经理所讲的 或父有情 欲重病苦 无衣无药 无救无归 贫穷多苦 我知名号一经其二 重病悉除 在这里我真诚地提醒那些正在被疾病所折磨的人 只要我们彻底地断除邪念 真的是用心去念佛 用一颗惭愧的心去念佛 把佛菩萨当成自己的父母 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呼唤母亲的名字 佛菩萨是每一个众生为自己的子女 岂能做事不管呢 墨学上述所讲绝对没有一句话的不实之处 虽然墨学还没有正式地皈依三宝 但是这次的神奇经历 早已经让我从内心深处彻底地皈依了三宝 彻底地医治了佛菩萨 佛菩萨治好了弟子 几乎所有的大医院都治不好的难治之症 挽救了我滑项崩溃的身体和破碎的人生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过一不赞叹佛菩萨的大慈大悲 再次总结一下我成功戒银的经验 希望对有缘的师兄有所帮助 一要痛下决心 彻底断除学银和迎面 从心理从眼镜 从耳朵 从行为上的每一个细微处彻底断除 要与学银是不两立 否则 离苦的了 改造命运永远是一个美丽的梦 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梦 二斤禁止五戒 一定要戒酒 纵然难度再大 不喝酒可能会得罪不少的酒肉朋友 但是我们却可以得到一个最大的实惠 护法神的忽悠和赞叹 在酒肉朋友和护法神之间 你愿意选择谁 这个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三忏悔和念佛 正如镜空法师讲的那样 真正的忏悔是永不再造 念佛是天底下最赚不赔的一件事情了 真诚念佛一生 灭罪无量 消自己的业障 心中时刻地提起佛号 我们的心一定会变得越发清净 不起邪念 要想知道粒子的味道 就要自己去品尝 只要坚持 你一定会爱上念佛 爱上佛号 四发愿 如果你现在遇到了种种困苦 一定要相信佛菩萨 给佛菩萨写一封信 告诉佛菩萨你要求的心愿 无论是健康 还是功名 都可以在佛前真诚发露 但是一定要如法 我对如法的理解是 不要跟佛菩萨做交易 要跟佛菩萨做同餐道友 要发慈悲心 去爱去帮助去利益一切苦难的终生 我们发愿满愿后就要秉承佛菩萨的心愿 去度众生去帮众生离苦的了 而不是满愿后去享乐和放纵 这样才能得到诸佛加持 我们有求必应 无广行善事 放生失实重印等等 又保养身体 节欲保身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